吳彥昌議員 吳彥昌議員 大概這一兩天才送到 那剛剛聽毛部長答覆政委員 你說這個是 營建署的 補助的部分 本席非常佩服你 這個案子 政委員所建議的確實是營建署 但是這裡面當中 還有我們交通部 公路總級的部分 那我想這個案子送到我們交通部 我們請部長能夠對地方建設的 會區分一下 那對地方建設的重視 希望你能夠依照您的計劃 去做一個核定 這個是特別拜託你 那另外再跟你請教 就是我們舞陽快速道路 在我們中立市中峰北路 有一個交流道的部分 那請教部長 這個什麼時候可以核定 對我想基本上 那一個中峰路的話 事實上現在桃園縣政府 跟交通部彼此之間 已經有共識了 所以我想我們到時候 會完成行政程序了 中間大概還有一個環境差異分析要做 部長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核定 我想我們會盡快吧 因為像這些程序有些要跑 要跑跑 盡快到什麼程度 現在都在進行的嘛 現在都在進行的 我知道 那你能不能夠 我現在大概也沒辦法 馬上跟你講一個具體的時間啦 不過我可以跟你報告說 這個案子會推動 一定會推動 好不好 那能夠 確定可以推動了 是 一定會推動 那我們希望 今天本席在這邊也不逼你 你一定要跟我們做一個承諾 什麼時程啦 但是我們希望 既然已經確定 就行政程趕快 盡快去完成 我想我們在這裡公開講 這個絕對要負責的了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另外 我要請教我們行政院 吳院長 在上禮拜五 我有跟吳院長質詢 我們桃園縣的航空城 那當時因為時間上太短 所以沒有跟你做很詳細的討論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 曾經理委員也好 郭隆忠委員也好 都有提到桃園縣航空城的一個發展 桃園縣航空城的發展 是我們桃園縣的 各級的民意代表都非常關心的 那這個航空城是在 民國九十四年朱立倫 擔任縣長的時候 他所提出來 院長 都市計畫變更 大家都很喜歡 大家都也很樂意 所以大家都共同的去推動 那我們民國九十四年 到民國九十七年的時候 那當時馬英九進選 總統的時候 就把它當作是十二項愛台計畫裡面的一個旗艦計畫 那這個旗艦計畫到今天已經一百年了 那在這一百年這個推動的過程當中 從九十四到現在一百年推動的過程當中 剛剛我們郭委員也跟我們院長請教你 院長你在年初的時候到我們桃園縣那 縣長也跟你講這個這項計畫現在目前是因為有很多的原因 自愛難行 所以推不動了 希望我們中央來接手 好了 剛剛鄭委員也一直不斷地跟你督促 希望說你能夠盡快的 但是 我剛剛聽到我這個院長好像你有動怒了對不對 你有沒有動怒啊 沒有動怒啊 沒有啦 說話比較熱情一點 好不要急一點 那我要請教部長 你知道這個今天推不動的關鍵原因在哪裡嗎 報委員沒有推不動了 我們現在通過了他的那個機場的延續條例 我們現在機場剛要計畫也提出來行政院正要核定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會訂徵收計畫 訂這個開發計畫 怎麼沒有怎麼會怎麼會推不動 當然推動 這個不用你跟我答覆 剛剛已經答覆過了 好我要請教你 現在目前好 我們看到航空城的部分 現在規劃大致上就是有機場專用區 航空服務生活地區 以及機場香農產業專區 生活機能地區 以及農產加值產銷地區 支援貿易港區 經貿展覽員區 賓海遊戲地區 好了 你們加東部就以這些區議 當時所提出的一個構想 就叫做這個 核發蛋的理論 也就是蛋黃 蛋白 那蛋黃的部分 我們看到這個就是機場的專用區 機場的專用區 機場的專用區 就是機場 1770公頃 這1770公頃 裡面有包括了 我們PC3 環潛機 現在目前的機場用地 國防部也答應 要給我們 多用給我們 去做這個機場專用區的用地使用 部長 您告訴我們 這個環潛機基地 大概在國防部要102年 102年的時候 才可以交給我們去做規劃使用 對不對 對照目前國防部的計畫 他們大概那個機地還要用到那個時間 好 102年才可以交給我們 那 你知道到時候就是要用七段徵收 除了 這個 剛剛講的 國防部的土地 那還有私有土地 包括還有一些公有土地的部分 那公有土地的部分 當然還有一些法令需要修訂 就是要如何的去 能夠儘快的去給地方政府使用 這個就是法令修訂的部分 沒有法令修訂問題啊 沒有 相信 相信有 沒有啦 好不管有沒有 先行法令就可以處理 部長 不管有沒有 我今天不是跟你討論這個 我剛剛跟你講 就是說 好了 102年交給我們的時候 你要用七段徵收去做開發 大概要幾年 報告委員 我想基本上這樣的 部長 你告訴我們大概要幾年就好了 對嘛 任何一個機場 它的規劃通常都要超過10年以上 那我們現在 等我 你說幾年了 一定又超過10年以上 好 全世界都一樣 好 給我馬上講完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步驟是 先要把剛剛的計劃確定 整個範圍要確定 範圍確定以後 然後呢 我們會按照 排個時間表 區段徵收 這個進行的程序是怎麼樣走 那然後有些交地是什麼時間 因為交地 我們到102年之後再來交地都可以嘛 好 那我們有些開發 你不要這樣太多時間 先來做這樣 第三航廈 那不需要用新的土地 原來 你不要再站太多時間 我告訴你 就以這個 蛋黃的部分 大概就是102年 土地才交給我們去開發嘛 你剛剛講 你剛剛講都大概要10年的時間 才可以把這個機場的部分 第三航廈 第三跑道的部分 才可以做好 第三航廈會比較早做 第三航廈會比較早做 那因為他不需要用到新的地 航廈也好 跑道也好 大概還有10年的時間 對不對 好 現在目前啊 目前我告訴你 那個 院長你也聽到了 這 總共還要在10年的時間 這個才可以做得到 這個是蛋黃的部分 才可以做得到 好 那好了 蛋白的部分 就交由我們桃園省政府 他去做開發處理 對不對 好 這個 剛剛講 呃 蛋黃的部分 會去帶動蛋白嘛 帶動蛋白的一個發展 那 這個蛋白的部分 你看看 還要等到多久 還要等到多久 現在目前蛋白的最關鍵的部分 就是卡債 蛋白的部分 最重要就是卡債 我們把它用七億計畫 我們七億計畫 裡面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航空服務生活 機 670公頃 機場 相農產業延期 1345公頃 我們生活 機能地區 750公頃 那 農產價值產銷地區 460公頃 自由貿易港 其330公頃 經貿展覽延期 490公頃 冰海遊戲地區 380公頃 加起來 大概是 6150公頃 好了 這6150公頃 裡面 這裡面啊 這裡 裡面 有我們 過去已經開發完成了 過去已經開發完成了 貨源延期大概有開發 45公頃 客運營延期有開發 20公頃 那 我們桃園 高鐵 站區的部分 有特定產業專區 開發了21.99公頃 那 特定附屬事業專用地 地區 有8.55公頃 那這些都已經開發完成了 但是這些開發完成的部分 裡面 都是可以做 我們相關的 呃 已經十幾年 好了 那 所有老百姓的土地 所有老百姓的土地 被編為剛剛講的這個 專區的部分 土地被限制了 那開發的部分 都要 呃 引用 投資者來開發 那 那 好了 這開發 剛剛有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 總共 有這個 一千多公頃的 一千多公頃的 呃 這個 開發案 我們不要講說 這一千多公頃 就這幾十公頃的部分 就已經花了十幾年 好了 這些土地啊 也要等到 有投資者進來 才開始做開發 那 我們機場的 呃 部分 沒有 蛋黃 沒有帶動 這些 帶動不了 所以 吳院長 從我這樣做了一個分析 你就知道 航空城 要飛起來 大概要再過 多少年 那我這邊 我要特別 就教於 我們吳院長的部分 就是說 當時 我們 在 最早 哦 馬英九 在競選過程當中 他就提到 航空城這個部分 他也就是 希望 航空城 能夠盡快的去發 開發 所以 國際機場 呃 延期的特別條例 也通過 就是今年也過了 吼 他的希望 達到目標 招商投資金額超過 一兆 年長值超過 六千億 那也超過 八萬個就業機會 對 院長 這些 資票 什麼時候會兌現 那個是到 二零 二零四零年 整個算總賬 二零四零年 二零三零年 二零四零年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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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院長 這些土地所有 錢人 任何 任何 機場 發展 你不要打 我沒有問你嘛 你不要打 院長 你要看看 現在目前的土地 所有錢人 大概 有 有些啊 有些是 七八十歲的 那甚至在年輕五六十歲 也沒有關係 你說要再等個三四十年 三四十年 韓宮城才會起飛 那馬英九在當時進協的時候 你看看 他的 口號講得多好 是不是跳票 這有沒有跳票 來 院長 請你說說看 你看 他剛才跟你說到 二零三零 二零四零 齁 尤其是二十年三十年嘛 齁 你就嚇了三十四五十年 你看 他 他拖一二十年去了 好 這中間 不要出錢 那麼大啦 彈簧的部分 齁 嗯 第三行下會先建 好 那 第三 我現在 你 三百四十年 可以遠一點 但是等這個 鋼藥計畫完成 正在推動啊 那個 如果 經過經建會 審核 桃園縣政府所提的都市計畫 還有 內政部的都委會 區域計畫委員會 審核過以後 幾乎可以同時並進啊 這第一點 第一 第二 那個要創造 上造的產值 總計八萬個 就業機會 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嘛 一定要是累積上來的 不是一朝一夕的 說你進行開這個空投支票幹什麼呢 這個等於是在畫大餅耶 他 他沒有開空投支票啊 那 好了 桃園航空城 你不要看到那一部分 你要看到現在桃園航空城 包括什麼 淡黃的部分 第一航下整建完成 將來有第三航下 機場 可以完成 二號高 高速公路也拖寬 五檐段 也在做拖寬 我請教你 整個都會改善周邊的環境 我們的產值 要把產值超過 這一億 年產值超過六千億啦 超過六千億啦 那 現在目前啦 剛剛講 我們的 我們的淡黃的部分 大概還要在 十幾年左右 十年左右啦 好了 那這個十年左右 那你先在 九十八年 競選總統的時候 就在開了這些空投支票 那這個完全 沒有空投支票 一定要從今天做起嘛 就是要從今天做起 十年後才可以收歌嘛 這樣講 這個不是馬上 馬上 要頂多這樣講才對啦 黃偉 我建議你啦 你稍微聽我講 馬中總就選人 齁 開的是 短 中 長程的支票 你應該這樣講來正確 這短 中長程的事情 你不是 太超過了吧 所以我想 做事啊 為人要 所本分 要 能夠真的務實 能夠做額道的部分 好了 我現在要 哦 請教我們院長的部分 就是說 今天 坦白講 假如你們不好好去思考的話 這個案子在 只有 那個 我們的蛋黃的部分 大概可以還比較容易開發 蛋白的部分幾乎不可能 那我今天我一直不斷 不斷的再重複 在桃園縣政府 我當議員的時候也是重複 這個一定要 用 都市計畫的方式去做規劃 也就是把公共設施 把它先規劃出來 讓我們所有公共設施 都已經 有一個族形 然後在 分期 分段的去開發 這樣才有可能 那所以 在這本期 特別就要求 我們 院長 你能夠 不能夠 就是要求 你相關的單位 能夠盡快的 就 召集相關的部位 來做一個討論 就 我們來做一個討論 對 我們來做一個討論 會 我們來做一個討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